大家好,歡迎繼續回到尼曼達環節 這節我們繼續有Stanley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Stanley,你好 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或電郵給我們 我們的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跟大家跟進一下大市最新的走勢 首先,雄指仍然升幅有超過300點 升近317點 報22208點 指國企指數是升2% 報9156點 升197點 帶著成交是435億 和大家看看A股方面的情況 繼續是持續一個跌勢 看到湖深300指數跌32點 報3171點 上陣指數跌33點 報2945點 至於深淨城市方面 跌175點 報10154點 在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前 和Sendley說一下豪賭股方面的消息 澳門那邊公佈了一些博曹收入的數據 說年跌是26個月 7月份的博曹收入是177.74億澳門元 按年要下跌超過4% 但按月回升大約是1.2% 而今年的頭7個月 累計收入是1,255.6億澳門元 按年要下跌1成 帶著來說 覺得是否對版呢 Stanley 我想我甘不知也會跟大家分析一下豪賭股的情況 前幾個月的時間 都跟大家說 其實你說這個博彩的數字 在下半年的時間 都有相當大的可能機會 有機會扭轉回之前的跌勢 甚至乎如果以全年來計的話 是有機會那個博彩數字 錄得一個可能是持平 甚至乎是倒升的情況 但這個現象 是否等於是很好呢 當然 之前都跟大家談過 其實很多版塊 我都覺得那個數字是見底 但似乎你說 有沒有機會有個很大的反彈 暫時真的見不到 所以對於今次 就像7月份的數字 可能你說比市場預期中為好 我又不覺得是很意外 不過這樣 如果你看回這堆的豪賭股 在數字出來之後 其實那個股價走勢 沒有特別 再很強地升上去 反而你見到個別的股份 你說好像永利為例 基本上現在仍然有個下跌的情況 最主要都 你可以說 在這個 這個豪賭板塊 都可以說 你面對著比較多的變數 當然 之前 大家分析這個版塊的時候 我都會用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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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都不意外 都找一些的數字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聽到很多的分析 就是說 那些豪賭股 如果現在要再有個比亞 是好一點的表現的時候 可能要調整兩方面的發展 一個就是菲博彩的業務 另一個就是中場那邊的業務 菲博彩的業務 之前跟大家經常都有分享 就是說 跟拉斯利加斯相比的話 現在的 澳門那邊 菲博彩的業務 的佔比 大概現在是兩成多了 對 兩成多了 拉斯利加斯那邊 佔比是七成的 亦都反映了 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要學到 朝著拉斯利加斯那邊的發展的話 即是菲博彩的業務 基本上之後的增長 都還要加快 當然這一邊又沒得及的 因為 你可以說 一些新的娛樂場所都需要時間 而且也只望 就是說 在之後 那個發展裡面 即發展裡面 基本上又真的要 是 叫做要靠這一方面的發展 但是中場業務方面 其實中場業務 大家有個解釋一下 就是和這個貴賓廳的分別 貴賓廳那邊 你真的可以說是那些 叫做那些 叫做一些比較大 但是中場的業務 其實就反指 就是說 一些叫做Mask 即是大眾那邊 叫做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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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的 叫做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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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你打這方面的主意 也都會出現了 一些叫做問題 那什麼的問題呢 就是說因為如果你要打 這一番的 叫做主意的話 變相就是說 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錢 去做一些叫做 推廣那方面 那方面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可能要佈置上 要做很多 比較吸引人去的 一些的 成本 變相其實那個 成本的負擔 其實都不是小的 這個也可以說 是做中場的話 有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挑戰 那如果你規律 整理整理上的 情況的話 意味著 其實你說 豪刀板塊 當然 剛剛提及到 你說那個底部 即是叫做底部 即是叫做底部 我覺得見到底部 但是你說能不能夠 一個比較好的 改善的情況 暫時都比較困難 還有你以回 豪刀股去看 如果說中場業務方面 我印象中 佔拉西維加斯那邊 那些叫做 當地市場的佔比 都不是很大 所以 我想現在豪刀股 都沒有的 都是以一個 叫做拉腳的情況為主 好啊 那我們就轉一轉話題 接聽第一位 家庭觀眾的電話 我們有梁小姐 電話旁邊 梁小姐你好 梁小姐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是 人秀 有兩柱 16.6和19.6 另外一個 中國移動 是96元 和98.6 是 明白 那我先回答你的中人秀 好嗎 其實你中人秀 現在這些位 你暫時都 姑且可以再 你先拿著 當然 你說他有沒有可能有個很大的反彈 坦白說就難一些 因為 始終你都可以說 他那個業績的情況 又不是很樂觀 我知道業績 就不是說你上半年 你上半年都預算了 業績都是差的 現在公司都發了一個刑警 但問題是下半年的展望 除非 除非 A哥有個很理想的表現 如果不是的話 去一個股價 你都幾難有些比較大的突破 這一輪呢 有個叫追落後的情況 所有的股價 就叫做稍微強一點 但是 你說要一些比較大的反彈 我覺得很難 但是唯一一個比較 值得安穩的地方 就是 16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 打到底了 基本上之後 你不穿16元的話 你拿著它 就幾安全 基本上又不需要太過理去 但是怎樣都好 上升的空間其實真的不多 這一轉的時間 如果有機會反彈去大概是 19元左右這些位置 我覺得就差不多 不過當然 大前提就是 A哥那邊 究竟你說是否真的 可以很生性 可以升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當然 A哥 人壽股價 都是比較拉腳 但是正如剛剛提及到 16元這個位置 不穿的話 問題不大 所以這一隻 你暫時可以考慮一下 就拿著它 以大概是19元左右 做一個目標價 另外這隻中二棟 基本上 這一陣子 中二棟的走勢 真的做得相當之不錯 甚至乎 你都可以說 它的股價都在一眾的電信股裡面 走得相對是比較快些 但當然大家都覺得 它業務的發展 比較穩定 而且4G方面的市場率 都可以說是有個很明顯的優勢 而且這隻 我經常都說 中二棟 以此看回 90元那些位置 甚至乎做低一點的位置 買我就不反對 始終你可以說 當時買的話 那個是估值 大家相對是低估了 不過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再升的空間有沒有 坦白說 我覺得100元以上的中二棟 仍然都覺得是比較偏貴一些 所以你說現在這些水平 你說有貨的話 拿著才無妨 但是要留意 100元這個位置 能否突破到 不過我自己都認住 都是有些困難的 所以 我想中二棟暫時 不要太過貪心 假設 真的有機會 可能再升上去的時間 100元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 沽車暫時 可以叫做離場先 好啊 好啊 那梁小姐 還有沒有其他的高票問題 想問Stanley 你不要沽中國移動 對呀 中國移動都不用沽住 其實人手拿著才是無妨的 但是記住 如果你是中二棟為例 有機會去到100元這些位置 如果突破不到 我就先沽去 明白 好 謝謝 拜拜 好啊 順便跟大家跟進一下 相關股份的走勢 看到2628的人手 最新是做17.92的升幅 有超過1%上來 和大家看看 就是其餘內險股份的造價 看到平保方面 還有財險的升幅 都有超過2%上來 分別是做37.5元 和12.3元 至於人保方面 都是升超過1.3元 另外 剛才提到的 還有一隻中二棟 就是941 最新是增幅都有超過2%上來 今天最高是見過98.2元 而最新是做97.95元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和Stanley你做個申報 剛才提到的 那麼多隻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多謝你這麼長短的分析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又關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